究竟最甚静妙无染灼身 称阳赞叹涌离一切诸不胜法 回向诸佛一切善法 所以菩萨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众生得到种种的功德去称赞 如果你需要忍辱你将来得佛的功德身 如果你去布施你就可以庄严 一切向好庄严 这样去为众生去称赞称阳等等 第十九做菩萨经典这样形容 念一下来 诸菩萨摩河沙如大要王 若见若闻若益若念若同住若共行若称民若随喜 皆获利益无空过择 所以做一个菩萨的生命 分分秒秒都能够利益众生 让别人看到你 想到你接触你 跟你在一起坐同一部电梯都得到利益 无空过择 所以菩萨整个来讲就像太阳 太阳二十四小时都在燃烧自己 放光希望照片大地花草树木希望所有都可以得到光明圆满 做一个菩萨各位一定要做人间的模范 而且利用各种机会像大要王一样从头到尾都可以帮助众生 若见若闻若益若念若同住共行称民 随喜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 那你得到阿弥陀佛的功德 阿弥陀佛要把这个功德布施给我们 叫施无畏 要叫善施无畏 每一个佛部长善施和无畏的布施给我们 所以第二十 若有众生占得执欲 必令消灭一切烦恼 若与佛法离足苦运 勇息一切生死不畏 到无所谓一切智处 摧坏一切老死大生 安住平等大涅槃城 所以我们大家努力的修行各种功德 各种波罗蜜也一直回向给众生 也希望将来自己能够成为众生的归一处 你只要碰到我 听到我 一切为对方 所以若有众生占得旨意 必定消灭一切烦恼 因为你没烦恼 而且能够消除对方烦恼的能力 等等的痛苦 我们再翻到后面 念快一点 三百五十四页 这里面是从宝语经里面 显出来的一些菩萨道 我们读一下 但是各位如果很多东西我们不懂没关系 那至少你知道菩萨这么伟大 然后你就从你懂得开始去实践 去做 那慢慢你就会了解 因为你只要不管哪一部经 你很认真的愿意去了解 那佛就在你头顶加持你 你就会懂 就像你专心的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在你头顶加持你 慢慢你就会进入佛的心 那每一样东西就是如是 不是说一遍看不懂就算了 就像各位看了一辈子波热心经 你也不见得懂 对不对 但是你有在努力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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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进入 慢慢进入空性 那佛菩萨比我们更急 你只要有信心 你只要愿意 佛菩萨 佛的生命没有死亡的 你不要说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 那是站在解脱道的讲法 说佛陀肉体不在了 佛陀是常住 南无常住十方佛 永远都在 比手机讯号还厉害的传给你 进入你的心里面 进入你的身体里面 在帮助你 就像我在台上在念佛也好 讲课也好 佛就夹着 让你 我有一次生意已经不行了 已经完全没办法出生意了 他们就叫我 要放蒙山 结果一上去 比我原来生意好十倍 那个时候我就 吃药没用了 懒惰是有了 你只要很认真 那这个不可思议就会显现出来 你认为医不好的病 一下子就可以好 十年的痛 一下子就好 因为你 你发起了一个正确的发心 来自菩提心 你会发现不可思议 生命 生命又靠回来 你要好好的爱惜这个生命 所以佛教的不可思议 你说我 我这个很笨 不可能的 因为在怎么笨里面 也有最聪明的佛性 那佛菩萨要赚 你就会做个梦 换一个头 改变了 那佛经里面 处处都是 你百观音菩萨 你全程忏悔 因为你的动机 要恢复你的智慧 是为了利益众生 那佛就 百千万个佛一起加持你 这个叫不可思议 所以 列一下 四五量心 一 菩萨成就十种法 而行于此 何等为时 一则无方所持 二则无差别词 三则得诸法词 四则得决定思维一元之词 五则无至爱词 六则恒利益词 七则与一切友情 心平等词 八则无损害词 九则变一切词 十则出世间词 善能词 菩萨成就此十种法 是名修持自信 什么叫修持自信呢 因为你自信 本来就具足了这个词 就像一个女孩子 她是小姐 但是她从小抱到洋娃娃 就会抱 就很喜欢 这是自信的母爱 她本来就具足了 只是你给她注眼 哪一天她怀孕生小孩了 她本来就具足这些 一只狗也没人教她 但是她生小孩 她就知道怎么样照顾小孩 怎么训练小孩 就像那母鸭训练小鸭 她会训练她 能够游泳 这是她自信里面具足的 所以我们自信里面就具足 所以学佛各位要注意 我们不是外面找的 这些一切都是 菩提心是我们自信里面有的 那只要你要把它显露出来 显露出来 那你就开发你的佛性 那翻过来 悲比较容易理解了 就是如何帮助众生 菩萨成就十种法 而行与悲 何等为时 一则见诸友情 无归无护 受苦恼者 及其哀悯发菩提心 二则发菩提心仪 勇猛精进 速入法性 三则入法性仪 饶益友情 四则为千令友情 令其不失 五则为悔尽友情 令其持戒 六则为称害友情 令其忍辱 七则为懈怠友情 令其精进 八则为散乱友情 令其敬虑 九则为恶会友情 令其智慧 十则虽为友情受诸苦恼 致必拔记 无忧疲艳 与大菩提 终不退传 圣人子 菩萨成就 此十种法 世民修悲自信 这个我们把它解释完 那我们就要回向了 那是悲最重要了 大悲心 成就一切 那做个菩萨 那你就要 这十种都圆满 才叫悲心 才修行悲心 所以菩萨成就十种法 而行一杯 何种时呢 第一个 见众生苦而发起 哀悯 悲悯心 就是说 所以各位你要多去老人院 孤儿院 可怜的地方 现在很多网络 让我们看到那只狗 可怜的快死了 他们回去帮他洗澡 爱护他 我们看得很感动 那你要随起这个心态 也透过这个影片 训练这种耐心 我想是透过科技也有方便 所以见诸有情 无归无户 看到这些有情众生 没有归宿 没有保护 正在受苦 极其哀悯 这个很重要 这种感动哀悯 悲哀怜悯 而发 所以我一定要帮助他 我要为他成佛 现在你帮助他 只是暂时的 但是还是要帮助他 你先帮助他 得到暂时的快乐 但是为了要让他就近离苦 现在 就算我现在跟他肚子饿 你给他一顿饭吃 你给他两顿饭吃 也不就近 但是你依然要给他饭吃 那你给他饭吃以后 心里要发起 所以我要为他成佛 我要就近成佛 让他脱离轮回的苦 所以 生起哀悯的大悲心 然后再发起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以后 就要度众生 自立立他 这里面最重要是这句话 输入法性 一个菩萨如果要 要真实能够对众生慈悲 你不能入法性 一切法的本体是什么 就是空性 如果你不能够了解真理 你就没办法 所以发菩提心 各位自然知道 这个世界众生这么苦 这么苦 那我们发起要成佛 那我就要勇猛精进 能够输入法性 所以就走入 走入真理 那真理就是空性 不离大悲的空性 所以你要 要去观 法界性 所以应观 法界性 一切唯心照 乃至一切法的本体 那你要很认真 要保持正念 发心以后 意思是说 你要正空性 你要消除我 正空性 那你正空性以后 才能够去引导众生 第三 入法性以 饶益有情 那那个时候 你已经入法性了 就正空性了 然后你就开始 度众生 所以这个叫见道 见道以后 我们叫发心菩提 福心菩提 那你发菩提心 那你就要 你就要入法性 那入法性就要消除 这些假象 贪嗔症之 然后才叫 明心菩提 开悟了 那你才开始去度众生 出道菩提 那度众生就是引导众生 自立的他 最后才能够圆满菩提 所以第四 为坚令有情 令其布施 那希望大家多布施 布施金钱 布施体力 布施食物 不然我们都还有一个 希望抓也多也好 令色 一毛不拔 只想得到 不想给 所以 这些坚令有情 会没有福报 你要能够布施 至少 他来时升天 做富贵人 那一步一步 再来追求真理 所以 为坚令有情 令其布施 但是如果你没有空性 会有这个问题 没有法性 会有什么问题 来来来 钱给我 钱给我 然后自己都放口袋 然后自己 自己享受得很好 然后付出去一点点 就像 有些人在放生 我就问他 你放生收到 收一万 今天放生 放两千 其他八千干嘛 留着盖寺庙 这不行的 专款要专用 你今天没办法 用完没关系 用在下回放生 或是如何保护 更多生命 不能说 不能说 这个钱 没有空性 放你口袋 你就会自私 所以 你自己都 都还潜滩 你怎么叫别人 不死呢 所以你自己 一定要入法性 深信因果 虽然还没办法 完全证了空性 但至少深信因果 然后这样去引导众生 所以 因为你没有去饶位友情 你就不能真正的证的 佛陀的智慧 所以 为千令友情 令其不死 无者 为悔尽友情 令其辞戒 悔尽就是破戒 伤害别人 那各位要 令 这个令也不是命令 你要真心的引导他 感动他 甚至乃至 牺牲自己很大的痛苦 你要去引导对方 慈戒来保护自己 第六 为嗔害友情 令其忍辱 那如何消除他的嗔害 因为嗔心 就会害众生 所以 你要叫他 修忍辱的方法 当然要告诉他 嗔害会有什么果报 第七 为懈怠友情 令其精进 当然你可以过一天 有一点小钱过得很快乐 但是这样就浪费生命 那有些人虽然已经没什么烦恼 但是他不想度众生 他只想我过得很好啊 我何必去 这个就是懈怠 懈怠他只管自己好不好 我自己没烦恼了 但是众生还在烦恼呢 所以 为懈怠友情 如何令 精就是专心 精不退转 八 为散乱友情 令其敬虑 什么叫散乱 乱想啊 昏沉啊 所以 怀疑啊 这些 那各位你要 敬虑 就是禅定 安静 思维 考虑 就是 透过禅定 能够让自己 专心 而且能够分析每一件事情 第九 为恶惠友情 恶惠就是 恶 明明智慧 怎么叫恶 有知识没智慧的人 邪见的人 他口才很好 四字变充 脑筋很好 但是呢 他都看不到真相 甚至怀疑因果 邪知邪见 这些友情 要他有正确的了解 智慧 那所以我们 首先要入法性 深信因果 追求空性 然后呢 也叫